面对如此大的灾情 同为美洲国家的加拿大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被政府组织全球议员会 紧急集结物资 第一批将先送生活包和浸水器到本区 因为需要打包1200份 需要相当大的人力 那临时通知我们 请吃鸡帮忙去组装 因为这都是我们过去 非常熟悉的这个经验 所以他们盼望我们能够 能够让这个物资 能够很顺利的完成 由于慈激基金会 过去与全球议员会 在几次的国际正在中 都有合作经验 因此这次的打包工作 日工假期就熟 1200份生活包和800组浸水器 只花了四个半小时就打包完成 我们有13位就在下午1点钟赶到了议员会的仓库 那我们工作到下午的5点30分 他们继续完成剩下的浸水器 那当天晚上就要送去给加拿大航空 帮他们控运到海地去救灾 池原风灾后的海地 包括太子港和美国慈激之工 也都准备就绪 各计与本力 大家新闻 这是美之工 孝南加拿大报道